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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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不好打他 唯独我可以 接下来请不要走开 这场比赛一定很精彩 有请独立峰主持人 关峰 优优 大家好 优优 乔治理优 展现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8号演播厅 由三千年无断代传承 中国红 红旗风 独家冠名的武林峰 欢迎大家的光临 好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武林峰 全球功夫圣典季 精彩升级 我们的圣典季开赛以来 各路英豪齐聚 大家为了同一个梦想 但是我们的直通圣典的名额 每个级别只有一个 所以说竞争的惨烈程度 大家可想而知 那今天我们将要为大家呈现的是 武林峰全球功夫圣典季的 63公斤级的直通圣典 63公斤级这个级别 在武林峰的擂台上 可以说有着太多太多的高光时刻 那直到现在 63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 依然是在德国人 丹尼斯沃斯奇的手中 那进入到我们直通圣典的 四强选手 可以说 他们的新的考验 才真正刚刚开始 那这四位选手啊 他们不仅仅是实力相当 而且也有着太多的恩恩怨怨 好 现在通过一部短片 我们来回顾一下他们的进击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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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删着非常快 这次删的非常快 第一级车就一级 第一级到这围 第一级就是这样的水 它是级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冷面修罗 吴迪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身高是1米76 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 我们欢迎独赦 黄秦瑞 现在开始 好 现在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58公斤级的超级战 红方选手来自图曼搏击的毒蛇黄秦瑞 蓝方选手来自三门峡郭强格斗的冷面修罗吴迪 两位都是00后的运动员 尤其是黄秦瑞这边05年出生的 在身体数据方面 黄秦瑞是身高3公分的优势 176公分 臂展是5公分的优势 178公分 那黄秦瑞这边呢 是在我们武林峰当中的首战 而他的对手吴迪呢 这才拿到过一场的胜利 两位年轻的运动员的教练是曾经的战友 是的 图曼搏击的李宁 三门峡郭强格斗的扶腿郭强 是的 李宁和郭强当年就是在图曼搏击一起训练 嗯 来看看两位队友的高徒今天能够带来什么样的表现 漂亮 这腿起得不错啊 对 无敌要往外绕出来 其实作为黄秦瑞来讲啊 在臂展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啊 所以他在这场比赛当中 在前半段的第一回合还是发挥出了一个不错的臂展上的一个优势啊 就是在中演剧的爱这些拳打的还是都不错的 嗯 但是无敌这边也是做足了功课啊 就是今天他在擂台上的移动啊 然后往外绕的这个动作做的比较的明显 但是出拳的评次明显低了一些 是 没有任何限制 我一度因为咱们这边能够听到郭强的这个指令 是 听到他的声音 我一度觉得是 红方听的是郭强的指令在做出来的这个动作 是 就是你一绕我就去腿 是 然后你一绕我就前摆我就上 漂亮 这上钩给前摆 又是一个 对 今天 黄秦瑞啊 他的前手后手打的都有啊 再来啊 再来啊 尤其是后手拳 后直的这个线路出的不错哈 还是能够去打透 又是一个啊 漂亮 嗯 前摆 又是给个上钩 他的出拳频次啊明显要比无敌要多 是 无敌这边主要还是这个低扫腿的 嗯 一个进攻 对 主要是他的低扫腿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出于被迫啊 对 就是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会给一个低扫 黄 黄 黄 你绕完了之后要干什么 我觉得在第一回合可能想的不是特别的明白 嗯 我觉得中场就是我们局间休息的时候啊 嗯 他的教练应该会给他一些战术上的指导和安排 对 就这个动作会非常的明显 就是好 那我打游走我绕出来可以没有问题啊 但是我绕出来之后我接下来我要怎么去固执我的进攻 所以我就说仿佛是这个黄奇瑞听到了郭强给的指令 他做出来了一些动作 对 就是 而这边无敌这边只是像您讲的 他只是被动的来了一个扫腿 对 就是他的这个扫腿呢更多的是来源于比如说我全打不开局面的时候 对吧 我绕的时候又绕不出去的时候 我可能会给一腿 或者说我绕出去之后我下一个动作给一个下意识的接一腿 然后给对手这样的一个限制 对 但更多的还是在限制对手的进攻 并没有太多的去打出自己的进攻输出 嗯 而且自己的进攻节奏呢 嗯 我觉得第一回合也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杂乱一点 对了 没有太多的章法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 在红方拳手黄祺瑞 蓝方拳手无敌 嗯 对 无敌在拳上还是要多去打一打 就是自己出完这腿之后 接下来是要去接一拳 还是要怎样 还是一拳接一腿 但是很多时候他 你看就像现在的这个状况一样啊 在内围跟对手对拼 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就是还有的一拼 但是在近中演距离的时候 就是黄祺瑞这边 因为臂展上和身高上的一个优势啊 有五公分的优势 对 就会打的相对来想更加舒服一点 是 哎呦 这个后手啊 这个后手啊 这个后手给的确实是漂亮 找扫 漂亮 哎 黄祺瑞这边就是别着急啊 还是要跟对手去打一打距离啊 不要让对手内围跟自己来拼 而且后手拳出拳的线路 尤其是后直拳的出拳线路非常好 对手还请吃这个 哎 又是一个后直 今天黄祺瑞的这个后手的后直拳 抓机会的能力也还不错 况且就是他后直拳 还是有一辆 有一定的力量感在的 反而无敌这边 就是自己的拳 没有太多的打到对手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对于距离的把握啊 没有黄祺瑞 好 对自己在 鼻子流血了 鼻枪流血了 场衣已经上台了 还是要去处理一下 就是他 他对于他自己的拳还是没有那么的了解 对 就是说 我不管就是在出拳的这个距离的丈量上是一方面啊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出拳力量的控制上 就是这个收和放之间还没有那么的自如 对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好 比赛结束了 这个是我们的医务监督也要看一下这个 他的有没有骨折呀 或者说这个流血不止 对 也要去根据这一个情况来决定比赛要不要进行 现在看他的这个状态无敌就是鼻枪的血一直在流 而且醒的时候醒他的量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这个很多时候流鼻血这个事儿甚至比面部有 就是窗面和开口更严重 因为他会影响到一弹的呼吸 尤其是猛吸气的时候可能会呛到他 对对 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场衣终于保护音乐园的目的 也是觉得无敌不能再比赛了 终止了比赛了 好 我们祝贺黄其锐拿到了武林峰的首胜 是的 而他今天的这场首胜 相信也会在五十八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 很多对手留下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就来自于他非常精准的后手的直拳 包括很有力道的后手的摆拳 05年的一位小将 05年的小朋友 而且身高176 臂展178 在68公斤级这个级别 除了可能58可能会有一点点瘦之外 是他非常好的一个身形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进行到第二局 1分31秒 蓝方音伤弃拳 红方上 5分钟 5分钟 出货 出货 我们有请对洲 柜台9月女性同事的总部长 宋亚洲武林峰民间功夫王赛事秘书长 侯其龙为双方颁奖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八号演幕厅 由三千年无断代传承 中国红 红西凤 独家冠名的武林峰 好 现在我们所有的朋友们 已经迫不及待了 赶紧地来进入到 63公斤级的首场半决赛当中 蓝方选手 他代表了郑州顺远博军俱俱乐部 那今天的比赛当中 我们一定会关注他两个点 一个点是他会不会赢 另外一个点就是他会不会 碰上他的老对手朱帅 好 现在准备好大家的热情 我们欢迎小哪吒金银 我觉得每一个对手都不容易战胜 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 上一场张军的比赛我也看了 他是终结的对手 遇到我 他根本不可能会发出这么好的水平 对我肯定造成不了太大的伤害 因为他力量也不大 他就是个体稍微高点 这段训练 然后我知道张军的后手还行 可能教练会稍微的对他的后手 稍微做一点备战就行了 对 今天称重前我跟张军也聊天了 然后他说他的当地 他们体校的领导 想让他去当教练 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会让张军画一个句号 我觉得当教练也挺好的 挺适合他的 我觉得他应该是个很好的教练 至于杀那台 我觉得我比他更加适合 其实我挺期待 朱帅能进入半决赛的 因为我会给他四方战的机会 但是结果只有一个 肯定是我赢 其实我觉得这次跟朱帅打 再打就是四方战了 其实我更想打的是 挑战朱帅的国家级金奥带 因为就在今年的3月26号 50分63公里国家金奥带在朱帅那 然后我拿到了挑战权 我很期待这场比赛 因为我觉得这段经奥带 在朱帅那放的 已经时间已经够了 我觉得应该把它拿过来 他既然在我这跌倒三次了 他根本都不差这一次 我觉得第四次 我一样会让他跌倒 我一直以来 我特别了解自己 我就是比赛型的选手 我的节奏 我的各个方面都会提升很多 他研究我很难 因为我是越弱者强 越强者更强 对 WF3 Chimian Rugby World of China East D.C. 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 他代表了福建星火搏击俱乐部 面对金英从战绩方面来说 并不十分占优 但是在武林峰竞技武术的擂台上 一切皆有可能 现在准备好大家的热情 欢迎龙城飞将张俊 发布会上金英对我说 我可能是个好教练 但是不一定是个好运动员 我觉得他应该是个很好的教练 至于上一台我觉得比他更加适合 生活的精英算是我前辈 但是我会前提一步 把他拿下 给自己的学生布好反应 但是我想说的是 一个好教练 也是从好的运动员转红过来的 这段时间的话 都是放弃了教学 对 偶尔有时间的时候 我会愁痛去看他们 他们都这么想让我回去单教练 然后老师在赛场上怕碰到我吗 通过上场比赛 让我知道单教练员 也是对我的心理 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提升 让我更沉稳 更冷静 该怎么去放松 该怎么去出击 打对手 有更好的把握 对于这次直通圣典 我也是非常期待 我如果拿到了直通圣典的资格卡的话 我还是很希望 和一些国外的选手交手的 因为和国外的选手从来没有交手过 非常期待和他们经历一次大战吧 金 你既然那么想让我回去单教练的话 那这次我就好好教教你怎么打拳咯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在河南广播电视台8号眼眸听为您呈现 坐在我身边的是我们今天的特约评论员雨晨 韩阳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是一场63公斤级的半决赛 对阵双方小哪吒精英对上了龙城飞将张军 其实刚刚在这个运动员出场的时候 雨晨就在说小哪吒精英今天的发型不错 确实是一丝一丝的 纹丝不乱 我们看这个打完比赛发型会不会发生变化 是 而且金英的话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 又是从他刚开始打我们武林峰的新人赛的时候 对他印象深刻 而且在63分钟只有什么武林峰特别强的一个级别 对 而金英呢也是这个级别当中 我经常牺牲他是一个吃亏王 是 这个臂展173公分的身高 168公分的臂展 他今天的对手张军身高高了6公分 但是臂展比较长了17公分 张军臂展185 对 而且除了这个身高臂展之外 在这个级别金英在力量上也是欠缺的 没错 因为从他体重上来讲 打63他正常平常的体重也就66 他基本上不怎么减重 对 张军其实原来也是在63和上下浮动一公斤 一直都是在打这个级别 2019年还拿到了中国最后搏击联赛 在63.5公斤级的一个金腰带 所以今天这两个人也算是均力敌 所以你看金英今天一上来 就是要往内围去走 就是这个步伐往前压得非常快 一腿上完之后 后手马上接上来往前进 这个打法也就对了 这也是他在这个级别当中 非常擅长的一个打法 换句话说也只能这么打了 其实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在这个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 雨晨讲的 说在这个级别 然后就碰到这个身高臂展的 有优势的选手是金英比较有心得 对 多了去了 吃亏吃的比较多 自然就会打了 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倒逼嘛 你看就是今天他的步伐依然是这样 就是往前进得非常的快 我要么我只能打快进快出 要么我就进去不出来 把对手给打回去 就把他对手给打退 我再往上跟 对 所以你看今天金英的步伐这个节奏啊 就一直 哎 沿着侧线 就直接往上去顶 是 其实我们今天还比较期待看的是张军的一个状态 没错 在上一场比赛当中的张军就说 我打病这场比赛 我退役 结果赢了 但是这场比赛没没再说这话 因为他现在是 哇 这个金福给的不错啊 对 也是给孩子们做教练嘛 他说自己的每一场比赛能够进步一些 对他的孩子们也是有一个交代 是 金英今天的拳给的不错啊 刚才的一个后手 然后刚才一个组合都打到了头部 最后的几秒钟 好 第一回合 我个人觉得金英找状态找的还是不错 首先我们说从步伐的移动上来讲 做的肯定要比对手张军要好一些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他只能这么去打 对 但是我个人觉得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反观 就是张军这边恰恰是并没有 他根本没机会打你 他根本没机会打你 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把动起来以后 只让你变出他没机会打你 他就一下 明白 他第一下看次的 你一定不要打你他第一下 明白 我看他人还在慢 还在快 就扛他第一下 第一下 然后下面动着你 知道打孔 知道爪住 下边硬据的给他 明白 他就一下了 他脸才拿的就硬据一下 没有多硬据 可以让自己打的 就进攻逻辑再清晰一些 整体感觉 整个第一回合 张军并没有太好地找到 自己的进攻节奏 反而是掉到了 金英喜欢的节奏当中 步伐一上去之后 压到圈身边 这个拳疯狂的密集输出 就已经开始来了 而且第一回合的准确率 也还不错 好 我们期待着这样一回合 两位的表现 好 这是直通胜点资格战63公斤级的半决赛 对 整局里面不能再等啊 不要等太多啊 你如果想要限制对手的话 又自己的前手起码应该多出去打一打 就是去点一点对手 起码不要让金英往内围挨进的时候 就是进得这么的速度上 你看又是进来了 马上进来 而且金英的今天 我觉得对于他和张军这场比赛应该是在步伐移动上做了一个专项的练习 所以这个时候张军的前手对你要多去点一点对手啊 千万不要等金英先出 对手 这个出招啊就是瞬息万变的就那一瞬间 是 对 就你快的那0.5秒啊 那半秒可能就有了 但是如果你错过那半秒可能就没了 张军还是在这个战略上没有做出改变 没错 他好像忘记了自己的臂展有优势 是的 你别说17公分的臂展有优势 你别说前手能打到了就是他正常的话打后手都没有问题 是 所以这也真的应了金英说的那句话 我今天有一场比赛结束后金英说你臂展再长 可是你给我的是就是很近的一个距离 那你臂展上有什么有什么利益 没错就是我只要能打进去 所以对他来说一定要快一定要快 这也是我个人觉得他在63公斤这个级别当中啊 就是自己最大的优势 就是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长板和短板 就看你怎么去弥补你自己的短板 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 像金英这样就是通过他的移动和快速的进出 还是在去蚕食对手啊 就是你看现在比赛的整个移动啊 就限制到了金英的节奏当中 可是我哎我要放放你你就往回来一步 对 然后你半上步的这一块我马上就进去了 这个时间差打的还是非常好 这就是吃亏吃多了的好处 是是 张军也是有意在拉开这个距离 是 但是拉的还不够 嗯 这个移动还是要去多走一走啊 是 往后两侧的滑屁的移动啊 还要多走一走 就没有必要跟金英拼那一围啊 就是张军今天 嗯 这前两回合吧 打的的确是 不能说有点拙 就起码是不聪明 就是我们看了从2020年开始哈 张军开始征战武林峰 我们看到那么多场比赛 我的总结是张军不属于比赛型的选手 对 因为他教练也说可能在下面练的时候 或者实战的时候还不错 是 但是有时候一到场上之后 有点就发挥失常 对 竞技体育都是这样的哈 尤其是我们说咱们武林峰 或者武林龙龙队这样的自由搏击 和中国格斗类的比赛 嗯 就是你平常假如说大家都是练百分之五十 对吧 不要把他长得太强大了 他没那么强大 你太僵了 你很多技体中 很多合室的技体都可以打 你没有去主动去打 你要先出啊 不要等他一天 你先打 听得懂吗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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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直通胜点资格战 63公斤级的半决赛 两位进入到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通过前两回合的比赛来看 觉得今天这个精英是有备而来 你看首先我们说的发型嘛 你确前两回合打得比较轻松 对 发型上没有发生变化 嗯 好我们有最多五分钟的休息调整的时间 是 金英现在也不用着急啊 对 自己把这口气给喘匀似的 是 这个痛感先过来再说 好比赛继续 其实这也就印证了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运动员你在台下付出多少 在台上我们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没错 就是金英今天之所以我们觉得前两回合打得比较轻松 是 哇 正当给的不错 对 是跟他平常的训练这个息息相关的 他说以前的话呢可能训练就像上班一样 我每天可能就是这么多事 但现在是全力以赴的 因为他也想拿到一条金腰带 你主动跟被动了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是 效果是不一样的 是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 就是金英的比赛自己也是 有了一定的成绩之后啊 就是越大越兴奋 越大越提气 是 就是这个运就是势头上来了 就是他肯定会反作运动员的一个训练 对 哎呀 这个张军啊真是让我有点着急啊 就是你的拳还是要多出啊 他不会给你带来什么惊喜的 你相信我说的话 哈哈哈 因为他属于心理素质不是特别好的 嗯 哎怎么让我想起了赵冲阳 波利欣是吧 波利欣是吧 他比他强那么一点点 对今天打张军打的略略有点太紧了 嗯 就是 嗯 没有那么伞 是应该放在开 就是 就是在自己的进攻端的确做的 清晰心太小 你看 又不可能 对你看 一进到内围 今天这个拳他只要前第一拳和第二拳一中 然后他在内围的时候这个拳 就雨点般砸过来 叮光五四的 走 哎 还好今天张军起码在防守端做的还不错 是 哎 这是一个高扫 对啊 回对手一个高扫啊 自己的拳和腿要多去打一打 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 因为张军说他一直非常想打朱帅嘛 嗯 对吧 因为63公斤级的另外一场半军赛就是魏卫阳对朱帅啊 对 你说他如果能赢 然后朱帅也能赢 是不是还能了自个的一个心愿 是 但是 嗯 我觉得 不出意外的话可能他这个心愿 对 还 了不了 嗯 还有最后的三十多秒钟的时间 我估计精英的性格还是会再打一波进攻的输出 嗯 对 前走又点出去了 还是要往内威来进 的确精英这场比赛在一动端跟平常也不一样 就是 嗯 之前精英的很多比赛都是直进直出 嗯 今天他可能选择了在自己的就是左侧啊 就是侧位的 右 就左前的滑步 然后近对手的内威进得更多一些 而且收效还不错 所以这个针对性训练看来也是做足了功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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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我最后还是觉得这场比赛 起码在进攻端的节奏上啊 如果我们单看两个人的话 金英的进攻端的轻蔑性第一是比较高一点 对 第二效率比较高一点 然后第三 这整场比赛它的节奏带的还是不错 基本上陷入到了它的节奏当中 这也是金英比较喜欢和擅长的比赛 对 是不是正如我所说的 张军给你带不来什么惊喜 对 没有太大的惊喜 对 这是第一场的半决赛 那接下来半决赛要对阵的是薇薇扬和朱帅 是的 那么对于这两位选手来讲呢 我赛前问过金英 我说你来预测一下决算 你会碰到谁 他觉得他碰到朱帅的可能性比较大 比较大一点 对 好吧 那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 是 然后同样你这么一说我对下一场半决赛 有薇薇扬和朱帅的也更加期待了 而且这场比赛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还很复杂 是的 这个咱们也先留个选念 到这场比赛的时候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薇薇扬和朱帅他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没错 我们先看这场比赛先能够进入到决赛 第一场比赛还是有点紧 打个70分吧 主要还是针对朱帅 战术也是在安排的 战术也是在安排的 然后第一场拿下 因为他这个新手 主要目标还是在于朱帅 对他来说还是比较轻松 没有任何压力 打他的话也没有压力 但是也不能大意 主要把防守做好 不受伤 然后把下面的比赛打得更好 就是我们的备战的备战 就是我们备战的备战 最终的结果是 一号裁判 二十七比三十 二号裁判 二十八比二十九 三号裁判 二十八比二十九 蓝 方 上 主号 金英 谢谢张军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感觉还行 然后就是因为这次是四人赛 然后之前是单场 所以说肯定面对的困难和压力比较多 所以第一场比赛还是很保守 所以保守的第一局都打输了 我一看第一局打得不行啊 我第二局稍微发点力 然后他就有点就跟不上我的节奏了 然后后面第三局我肯定也不会放松了 所以说最后取得胜利了 那接下来呢 你现在已经进入决赛了 你接下来 薇薇扬和朱帅 你希望碰见谁 我还是喜欢他俩谁抢我碰谁 但是这场比赛 其实下一场比赛 对我的意义不是特别大 因为朱帅的国压级六三公斤 金要带在他那 因为挑战权我拿到了 我的目标是他的金要带 而不是单纯的赢他 要带在他那里放的时间也够了 毕竟他开拳馆开俱乐部了 给他的俱乐部招到生放大也可以了 该给我了 失败乃成功之母嘛 经过这次比赛的实力 会为以后 赛场上有更好的总结 更好的经历 对 会给我带来更大的鼓舞 红西凤是凤香型白酒 口感纯香典雅 甘润挺爽 诸味协调 伪敬悠长 喝了红西凤不上头 不干喉 回味愉快 喝了一杯 还想再来一杯 抗赶三十年 福森双黄连 感谢福森药业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避水润滑下 名怨藏骨金 要旅游就去丹江大观院 绿佳电动车近大跑得远 绿佳加加能量系列 充一次电不止百公里 感谢绿佳电动车 对本赛事的大力支持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8号演幕厅 由三千年无断代传承 中国红 红西凤独家冠名的武林峰 那今天的武林峰 全球功夫盛典季 持续升级 红西凤是凤香型白酒 口感纯香典雅 甘润挺爽 诸味协调 伪敬悠长 喝了红西凤 不上头不干喉 回味愉快 喝了一杯 还想再来一杯 那接下来的这场半决赛 可以说真的是一场硬仗了 两个人的二番战 红方选手呢 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 可以说是霸气外露 让中国嘴炮顺利 走得实在是太不顺利了 那蓝方选手呢 也是状态拉满 而且人气爆棚 首先介绍蓝方选手 蓝方选手呢 代表辽宁创新搏击俱乐部 那对于他来说呢 直通胜点固然非常的重要 如果说在这样一个擂台之上 在半决赛和决赛当中 再能够遇到一个人 那就更加完美了 因为这个人呢 不仅仅是一见之丑啊 那可是三见之丑 我们欢迎少帅主帅 我觉得魏魏杨最近状态挺好的 信心啥的都比较好 然后我这次状态也可以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我俩会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我的对手是魏瑞的头弟 我是魏瑞的师弟 作为一个前辈嘛 我会努力打一个一场比赛 然后在决赛中 呃 战胜起来 我们中间是 是魏瑞嘛 魏瑞是我的老大哥 然后也是我的师兄 然后现在也是魏魏杨的教练 他是特别了解我的 我觉得应该是 会针对我练了很多技术 我觉得应该是一场苦仗 但是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呃 其实我跟魏杨我俩打过一次 我对他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了解 因为他是属于呃 瘦高的嘛 他肯定要用腿踢我 所以说我的针对性的战术 就是说呃 打中进 用拳跟他打 我觉得魏瑞跟魏魏杨的风格不像 因为魏瑞的风格是呃 控制性的打法 属于比较刁钻 而且呃 机会把握的特别好 我觉得魏瑞跟灯的技术 还是呃 呃 有一些差别 如果我要是赢了魏魏杨的话 我就 在决赛应该是要碰到精英 我俩打四番战 终极之战吧 应该是这样 呃 跟精英也是老对手的嘛 不是说备战一次两次了 呃 也都比较了解 就是看呃 呃 谁能在赛场上把握住这个机会 我觉得应该是跟三番战差不多 比较激烈 肯定是这样的 肯定是一惨烈的结果出场 结果应该是不一样吧 我希望这次能发挥出自己真实的水平 然后拿到这次私人赛冠军 然后拿到咱们直通升典的资格战的资格 我听说精英想要我这一条六十三公斤 国家寄进腰带 我送他三个字 想的美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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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这次状态挺好的 恢复的比较好 一直保持着状态 瑞哥带着训练 我现在只认瑞哥 瑞哥平时他交过了我很多 然后在我心中记得比较轻的就是 在这台上全力以赴 是对对手的尊敬 这场比赛 周帅哥 让你感受一下 他是我崇拜的人 因为他带了我很多 他教会了我很多 我相信瑞哥能把我带到下一个他的位置 在中国在世界成为世界第一 我觉得我的未来是不可限量的 现在说的太早的话 没有什么那个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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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 谢谢 给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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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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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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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